6月10日 赌王家酒店澳门几番开业庆典 何超雄主持大局 四泰良安吉也罕见现身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画面中赌王接班人何超雄 稳居随位 众人纷纷现身 值得一提的是 三太陈婉珍与女儿何超联并没有到场 但他让自己的女儿何超银 以及儿子何有几六面代表自己 能够看到管事的人站在中间 何超雄旁边的是他的妹妹和何超凤 以及四泰良安吉 这三人目前是何家最有话语权的人 至于陈婉珍 其实来不来无所谓 他不善经商 属于拿钱不管事的人 西门瑶夫妇也罕见露面 他穿着黑色吊带长裙 一头卷发披江 比老公何友俊高了半个头 有网友称 西门瑶算是贺力激情了 赌王家虽然有钱 但男生的个子都不高 甚至没有一位超过一米七五 网友还发现 何友俊穿了内增高 他牵着西门瑶的手走红毯时 皮鞋很不自然 一眼就知道是增高血垫的效果 网友调侃 加了内增高 估计得又是公分吧 但依然没有老不当 对此你怎么看呢